你可以連接到這個網址 那裡面的話有一些東西 包含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上個學期的部分 你可能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或者是說你擔心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沒有學到的話 那我建議裡面有一些論壇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因為這個是之前上課的錄影 比如說像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教學論壇裡面的話 比如說有之前在師大上課的影片 你如果擔心說上學期的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自己加進來 裡面的話等於就是說 大概有18週上課的內容 16週還是18週的上課內容 但是你可能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告訴我你是誰 那我會幫你加進來 裡面就有比較完整的影片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的基本方向 大概就是根據那個範例檔 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有幾個部分方向 就是說有幾個那個函數部分 包含就是文字與資料類的函數 然後邏輯、日期、時間、數學、三角 今天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五類 所以有因為這個用的比較多一些些 那當然目標是希望說至少啦 你將來呢 一定要就是熟悉 那個是有內建的250幾個函數 OK 那盡量用理解的 因為函數這麼多 你不可能用死倍的 所以盡量了解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用 然後其他的話 至少我們上學期至少有講到有關 從函數到進化到VBA設計 裡面的話呢 比較常用就是那個SUB 所以你要知道說 如果我今天用函數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土法煉鋼的動作 但是我今天如果希望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所有的事情都完成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 你就要寫一個VBA的程式 那個程式基本上開頭叫SUB 那SUB的話基本上就是 白話意思應該有的翻譯叫副程式 有的叫紫程式 也就是在一個模組裡面可以寫很多個紫程式 OK 你很多段 那每段程式也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當然如果以來 如果你這些程式跟機器串接的話 那也可以控制機器 OK 所以基本上當然會有這些特性 反正就是說一連續 你可以給他一些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他就全部幫你把它執行完畢 但有些程式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那你可以錄製 OK 所以上個學期也有教各位如何錄製劇期 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我覺得在那個Excel裡面 有一個比較稍微親民一點的功能 就是錄製劇 就是你不會寫沒關係 我會幫你把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自動告訴你說這個背後的程式該怎麼寫 而且提供給你 那當然你是需要知道說你錄下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稍微做個修改 改成你要他跑的樣子 所以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的 但前提你要先用滑鼠鍵盤先做過 然後把那些動作呢 背後的這個程式碼把它錄下來 OK 當然這個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只是說恐怕如果你假設已經忘了差不多 你恐怕還是要再做個複習啦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學這些東西 對我未來有什麼幫助啦 其實我覺得 將來的幾個方向 我發現因為我學生是業界的啦 所以我看到他們的這個 實際上的結果就是說他不用加班 為什麼?因為他效率極高嘛 那如果你會跟不會的人 我覺得十四萬八千 你會的人馬上做完了 不會的人還在那邊慢慢摸慢慢摸 一整天摸一樣的事情 明天今天這樣做 明天再摸一次 還是浪費這麼多時間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程式寫好的話 哇今天寫完明天執行就好了 執行一樣的動作 事情就全部完成了 就跟我剛剛跟各位舉的例子啦 就像你假設包餃子一樣 一個人為什麼可以生產十幾萬個 一天喔 十幾萬個水餃 如果用人工怎麼包不可能吧 所以他怎麼樣 設計好那個機器 然後呢透過一些指令 讓他知道說該怎麼包 自然而然他可以今天很快 今天可以十幾萬個水餃 明天還是十幾萬個水餃 有沒有 馬上可以 那這樣的話效率自然提高 你的競爭力自然就會很大嘛 OK喔 其他的話當然喔 你可以培養這些專業技能 OK 將來喔你可以增加你的升遷機會啦 因為有人說老師 為什麼我的薪水一直沒提高 我十年前跟十年後還是這麼少的薪水 做得很辛酸 沒辦法翻轉人生 因為你沒有做專業技能嘛 OK喔 那自然而然你可以做轉職的籌碼 你說老師我念文科的 其實現在當阿關理文科 理科啦 反正你是會的人就 我覺得對的人他就是他要的啦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還是要多加去了解 思考一下 因為最近喔 那個行政院主席部 公佈了一個薪資調查報告 他說台灣平均薪資大概五萬多 五萬多千 五萬幾千我忘了 OK喔 然後很多人就面面相去說 欸你有領那麼多錢嗎 很多人說喔 有嗎五萬多 怎麼可能領了五萬多塊一個月 後來喔 其實為什麼大家領不到那麼多 可是卻有這麼高的薪資平均呢 其實喔 被誰平均掉你知道 其實大部分被台積電給平均掉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呢 他們一年賺的外匯收入 大概是200億美金 接近台灣的200億美金喔 接近是台灣GDP好像20%還30% 可是他們員工多少人你知道嗎 他們員工才六萬多 OK 也就是說啦 他們理論上如果要賺到兩百多億的營收 恐怕要兩百多萬人 才有辦法賺到這麼多的營收 可是他們只有六萬多人 就可以賺到這麼多的錢 而且還賺現在還更多耶 每年還增加耶 可能明年三百萬四百萬五百萬 但是他們人工可能只增加個六萬變七萬好了 所以像今年我看昨天新聞 他們每個人工那個什麼 紅利一個人就一百三十幾萬 紅利一百三十幾萬 很想說一年就領不到一百三十幾萬 他們的紅利就是一百三十幾萬 所以你可想而知被誰平均掉了 OK 你看說老師那有什麼機會到台積電 OK 跟各位講其實台積電背後象徵什麼 就是專業技能 所以未來的職場就是怎麼樣 如果你想要領高薪 那你要非常多的專業技能 可能還不只一個喔 最好是你不只要會寫程式 最好會寫文章 因為其實台積電裡面不是說所有都工程師啦 有沒有裡面還有很多行政人員啦 行政人員裡面還要做很多的協調工作 還需要有人去怎麼樣規劃一些什麼 人事流程等等啦 反正一定會有很多的工作職缺 不是只有工程師喔 你不要說老師我歷志觀工程師 沒有啦 其實裡面每個人 甚至那個什麼 他掃地的歐巴桑 上次開玩笑說掃地歐巴桑都還會寫程式 OK 你不要覺得很好笑喔 因為他每天耳濡目染之下 每天大家都在討論這些東西 他不會也會的嘛 OK 所以這個是基本素養 當然你說要學到哪一種程度啦 我覺得喔 還是要因人而異 但是 可能因為目前你們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們還沒有畢業啦 因為沒有那個環境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沒有一個戰場 然後你訓練士兵都是虛的啦 所以最好的方式喔 如果有戰場 就是你如果有機會喔 能夠到業界去實習 或者說你們家裡喔 有做生意的話 或者你爸媽有在做什麼樣 是你可以幫忙一下 或者說你爸媽工作上有一些需求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跟他討論 甚至你還可以幫他一點忙 因為很多人喔 在執掌上面 不見的e-seal都用得很好 很多人其實都很需要在學習 但是他沒有管道 沒有機會 所以甚至你可以跟他討論 發言喔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OK 所以這也常 之前同學在那個報告裡面 也常提到啦 那甚至未來我覺得 你們可以再多學一些其他的 但這個可能每個人自己看自己 這相關的資料啦 那其實我個人的簡歷啦 其實我最早還是來自業界啦 我在業界也曾經 待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OK 然後拿了一些獎項啦 那我的證照也超過30張以上 而且現在也擔任那個命題委員 就是考一些 當然不能說 因為我有簽那個保命協定 不能說 不過我發現喔 那個理事業VBA 現在很多單位都要考 考員工就進來的時候 要命題給他們 那我也會去改答案喔 我發現喔 好像很多人都不會寫 很奇怪 OK 可能因為考的好像都是 商學院的吧 商學院好像沒學這個東西 BOTS學的不好 所以看起來好像 狀況不是很好 OK 好 然後 其他課程特色喔 就是我這個課程當然也會做一些錄影 另外的話呢 針對非資訊本科系啦 因為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資訊本科系畢業生 而且我跟各位有一樣的背景 我也是文學院出身 OK 我是中文系畢業 中文碩士畢業 博士畢業 OK 但是後來從事的工作跟中文一點關係也沒有 OK 蠻跳動的 所以其實我發現很多人對這一部分很感興趣 老師你學了 念完博士之後居然跑去業界 但每個人志趣不一樣 OK 所以其實當然有不同的發展 好 那當然是希望說 各位可以學會那個程式啦 比較有成就感的樂趣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學這東西本來就是 要讓你的生活變得更便利 而不是讓你的生活更痛苦 OK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學這東西要幹什麼 我是覺得啦 學這東西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有幫助 OK 舉白說啦 像現在AI 我不會覺得很陌生 因為畢竟都跟這有關係 也就是如果你學完程式之後 你會對於未來的科技發展 會比較有一個基本認識 而比較不會好像覺得很害怕 而且有時候跟人家討論到聊天 聊到這AI 就覺得這什麼東西 會覺得很陌生 像現在最夯的話題 你們在YouTube查一下 那個什麼ChatGPT有沒有 應該有常看到吧 YouTube上一堆ChatGPT 所有網紅好像都封這個ChatGPT耶 那是AI的一個模組有沒有 你只要輸入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 你們等一下可以連到ChatGPT嘛 然後你就問他說 我今天想要吃 我在原生大學我想要吃什麼 他會告訴你耶 他會給你建議耶 但建議不一定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他至少還告訴你 跟你互動耶 這一點我覺得還滿有噱頭的 雖然做得不好 真的很多地方還有改進的空間 可是你會發現說原來城市 居然可以比以前更搜尋引擎 Google還會更充 因為Google你還要慢慢找 找到東西還不見得是你要的 可是ChatGPT可以幫你做決定 有沒有 所以AI未來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會給你比較正確的一個資料 會先幫你過濾啦 OK 所以今天的話 當然第一個啦 就開個頭再說一下 其他的話我想 大概這些 而且我想自己大概知道 其他的話我會上課錄影 然後講義的話呢 跟城市碼都在雲端上面 另外的話 城市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我有自己的風格 也就是我自己寫出來的城市 跟別人在書上寫的又不一樣 所以未來你說城市要怎麼寫 我覺得啦 就像寫文章一樣 你幹嘛去抄別人的對不對 你可以有寫自己風格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可能性啦 OK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就是 甚至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你們缺乏實作經驗 所以建議你們可以參與一些企業實習 這點倒滿重要的 然後如果沒有這個機會的話呢 甚至你可以跟有那個業界經驗的 你的兄長 你的父母親稍微做一個討論 然後呢 我們上學其實做了蠻多就是大數據分析 那其實利用的就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它可以很快的把一些數據 把它圖像化 視覺化 讓你可以很快的一目了然 有沒有 比如說看那個外匯資料 一看喔原來最近漲了 喔原來最近跌了 那你可以藉由折線圖 馬上可以看 但如果你假設看數據 你說真的也蠻蠻困難的啦 OK喔 其他類似像這樣啦 就像這個世上學期有提到過的 某某同學他的那個新的報告啦 OK好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待會先幫我開啟那個 就是範例檔案裡面的叫 第五個單元 叫VDU卡函數的那個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那這一道題目 剛剛各位說明一下啦 其實題目在試題這邊就有了 總共有三個題目要大家做的 第一個的話 你們先簽到住專 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單位 你幫我查出來 那單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108 那108什麼單位呢 108是第幾個 第三個字取三個字 那你想說108嗎 不108你可以看底下一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的話呢 其實就是你要查108 108是這個 他要得到的就是總行審計簿 那你不可能說108C Ctrl C之後的話呢 把它Ctrl V貼過來 那如果底下343 你要切到單位 343 343 北台南分行貼過來 那裡面如果有1000個員工的話 那裡面如果有1000個員工的話 你每天光貼著就貼我 所以你需要學會用幾個函數 第一個取得這個編號裡面的這三個字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這三個字去查詢這個表格 哪個表格 單位的表格 再把單位的表格裡面所得到的第二 就是那個名稱的部分提取回來 裡面的話需要用到 第一個是MID 第二個V的函數 那其他也是一樣 組別的話 組別這個地方應該是A啦 A是什麼組別 這邊也有 組別A是什麼 一般銀行業務組 一樣你要把它查回來 然後升等的話 就是前面這個數字1 第一個字1 1的話是什麼 1是住專 所以把住專提取過來 那其他的話要考核 考核這個地方就是 考核什麼 考核在這裡 把這三個成績平均之後放在這裡 那比試的話 把這兩個成績 有沒有 這兩個成績的話 這個佔百分之30 這個佔百分之70 把它的成績加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這個成績佔百分之60 這個成績佔百分之40 把它計算出來 最後把它名次排名一下 看誰的排名最高 可能我要從那個住專裡面 找出一個我要讓他升籤 Promote他 就是變成他不是助理了 他現在變成專員了 但是我不知道誰的表現最好 那我勢必需要做個排名 把它Promote上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光這東西你可能要弄半天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住專的部分 至於我剛剛講的那個題目 其實這邊也有 你們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然後後面總共還有領主 你們會發現這個都一樣 這也一樣 這也一樣 所以總共有四個工作表 做的事情是一 你還說老師那四個都一樣 那我是不是可以只做一個 其他複製 是可以的喔 但是怎麼做 想想看 另外甚至我們也可以用VBA VBA怎麼做 按一下按鍵 全部都做完了 再幫你跳回來 然後如果你要再一個按鈕 清除 按下去全部清空 然後再幫你切回來 那不就更快嗎 所以VBA的話 效率大大的提高 只是說VBA的程式怎麼寫 所以我們後面原則上 會先從函數一樣進化到VBA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先打開 稍微了解一下 OK